每一次邀请朋友一起去旅行的时候 都会出现几种状况 第一 朋友每次去旅行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在计划 在规划 每个人就在旁边 只会点头 比如这样子 诶 你去韩国要旅行 OK吗 OK啊 你安排 OK啊 你安排啊 很好啊 可以吗 可以吗 你们过去有空 找酒精啊 他们咧 什么都是我做决定 什么都可以 然后到最后就写这个写那个 第二 当一个人在pending的时候 pending好之后 给朋友看的时候 朋友只会说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挑剔这个 挑剔那个 但是他不知道 那个人安排的多么的酒 花了多少时间 才安排出这些里程 到最后你还是要重新 规划 比如 这样子 OK 那个行车 我先去group 去阿罗 你们去一下就是这样子啊 好 我觉得不行耶 我觉得不ok 诶 我要去shopping 诶 中国没有带我去shopping 我都看比基尼的诶 为什么没有去海边 这样你们去shopping好吗 你们带我讲意见 不要啦 你随便 随便你要去哪里都可以 要有shopping 第三个 第三个 每次我的朋友去旅行的时候 都会遇到一些意见不合 比如吵架 还是闹翻 还是直接 就不要去旅游了 比如 这样子 那个去那边 做什么叫做银行吗 我要坐德士了 我不想走路 巴士比较低 我觉得坐滑车 比较能感受当地风富 巴士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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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了 都吃了 第四个 但每次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去某一些地方玩的时候 总会有一个朋友 脱离这个团队 比如 这个样子 这个弟弟 每次都会跟他跑掉 不跟我们一起 就是讲啊 一点都不合群啊 他每次都是这样啦 每次都兵分两路的 我就要骂他 第一个人感觉真好 有一种莫名的感觉 那个机票谁订啊 我有个好好的网站 我来订 我有会员卡 我来订 不要现在订 过多几秒 天一我订 那机票去那里头讲 这第一个人 我们计划一下去旅行 不要啦 可是这一不去我们就老了 我們已經好了